和汪小菲自2011年结婚后 大S夫家所经营的连锁餐厅翘江南 沾台湾媳妇的知名度 开分店开到台北 2012年1月初 翘江南在台湾地区的第一家分店 在台北轰轰烈烈开幕 但时隔半年却已经从最初的 定不到位置的红火 到如今不用排队的冷清 这不免让人揣测 翘江南是否不敌台湾地区高成本压力 而濒临倒闭危机 对此台湾地区翘江南负责人表示 如今应运已经稳定 倒闭传言纯属空穴来风 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来这个传言 因为我们现在才开半年 也不太可能 就是现在营运还蛮稳定的 所以不太可能会就这样倒闭